銀髮長輩們又多了一處樂活學習環境 吉安鄉公所29號上午在浩克藝術村溫馨舉行了 6號多功能研習館的啟用典禮 鄉長尤淑貞和多位貴賓和長輩們一起搓五行湯圓 求圓滿歡慶入新挫 期盼未來更多長輩可以一起共享安全無障礙的樂活學習新環境 吉安浩克藝術村29日上午舉行6號多功能研習館啟用典禮 吉安鄉長尤淑貞從過去了解 慶豐英法健康站長成的需求與困境 激發促使規劃6號館的願景 在7月底完成 將過去因驅除嘗試重新整頓活化 而現場書法大師張時居老師親自揮毫 為管社寫下浩克吉安繽紛鄉城的幸福註解 因為我們成立12年了 都是一直在戶外辦活動 不管是夏天很熱、冬天很冷 我們都很辛苦地這樣熬過 今天最感謝鄉長的建構的這麼用心 弄一個6號館 讓我們可以以後好好在這邊辦活動 我們就等於是有一個固定的家 今天是感謝鄉長也感謝議員 感謝代表們籌錢來整理這一間的6號館這麼順利 讓我們以後能夠順利的使用 謝謝我們很多位的議員 來開創我們這一次的金貝 來共同營造一個6號館的健康站的教室 未來也可以提供給我們很多的社團 還有學習的一個空間 我們浩克藝術村是多元的 今天看到我們滿心歡喜、滿臉笑容的長輩 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到了自己的定位 吉安鄉公所隨時歡迎大家 希望我們共創多元的浩克藝術村 以及族群融合 從0歲到99歲 都可以來這裡學習 樂活的幸福天台 吉安鄉公所創設6號館 規劃為活動式隔間 建置完整的冷氣設備 友善地平 打造捷徑清爽為主的沿襲教室 隨後與會貴賓一起搓五行湯圓 求圓滿 在眾人祝福下街牌 引臨百位長者傳越幸福門 送上幸福怪怪 象徵新居落成、路門旺 記者蔣幫燕捷安鄉報導 全齊全齡全居 並且請問大家 請問大家